肥猫看着被半透明黑色绳子绑住的呲牙咧嘴的厉鬼,吓得退后了两步,宿主,这绳子哪里来的,好厉害啊。 魏无羡笑了,我的怨气,说起来我也应该做一个衬手的武器了。 他的目光看向了他刚来乱葬岗,随手拿的那根黑色骨头,也不是不能用啊。 肥猫抬着大脑袋瓜疑惑道,可是看他好像有点疯了,这可怎么调查他,怎么死的。 乱葬岗的厉鬼有一个比较统一的特点,那就是几乎都是女鬼,可能是男鬼不够凶吧,至于凶狮反而大多是男性。 众所周知,厉鬼是没有理智些东西的,而凶狮更是一具只知道吞吃活物的行尸走肉而已。 魏无羡围着不断嚎叫的厉鬼,觉得耳朵有点痛,第一次觉得自己特别好的听力是一种痛苦,要是我也会蓝湛地进严树就好了,我一定进他的严。 魏无羡也是带了乾坤袋进来的,可惜他乾坤袋里没什么有用的东西,就两件破衣服和一些用过的符纸。 魏无羡围着厉鬼不知转了几圈,突然就有了想法,拿出一张符纸,咬破自己的手指头,看着肥猫觉得自己找抓都跟着疼。 见他在符纸上随意地画了几下,就贴到了厉鬼的身上。 魏无羡,肥肥,一会儿看我如果情况不对,就叫我呀。 肥猫点点头,我会喵喵叫的。 魏无羡又揉了一下肥猫的头,然后闭上眼睛,进入厉鬼的回忆之中。 小翠跟着金夫人来到了一处房间,金夫人睁明着脸,看着房间里的女人,小翠,送她上路。 小翠微微懦懦地端上一碗黑色的汤药,那女人被几个大汉狠狠压在地上,绝望地大喊, 善狼,救我呀,我肚子里有你的孩子。 可惜不管怎么挣扎,还是被喂尽了那一碗药。 她不断地口吐鲜血,在人生的最后一刻,口中还在不断呢喃着,善狼,善狼。 金夫人表情很利,处理了吧。 小翠赶紧放下碗,颤抖着声音吩咐下去,你们给她安葬了吧。 然后转头跟上去。 小翠红着眼睛突然想起了一段往事。 她家里穷,父母都是重男轻女的,为了给哥哥娶媳妇,父母居然要把她埋进那肮脏地方。 最后是一路过的大家小姐扔了她一钉银子,她哥哥有了银子娶媳妇,她父母才歇了心思,没卖了她。 就在她为这姑娘要时,才发现她手中带的玉镯就是当年在马车里扔给她一钉银子的那位。 她有心救她,可惜她根本不敢反抗夫人,她能做到的就是让姑娘可以被安葬。 小翠回了金夫人身边,就当作若无其事地继续服侍。 一个月后,小翠结束了一天的忙碌,回到房间里,喝了一口房间里茶壶中的水,就感觉身体各处像被五六个人同时撕扯一般疼痛,然后面前就一片黑暗。 魏无线听到了喵喵叫,突然从小翠的思绪中挣脱而出,看着担心的不断的那小爪爪抓她一百的肥猫,低下身子把肥猫抱进怀里,揉了揉她的头,我没事。 肥猫担心得不得了,宿主,你刚刚好像特别疼一样。 魏无线叹气,因为我感受到了小翠的痛苦,共情就这些好不好。 肥猫抬起胖乎乎的大脑袋,让宿主改一改,只看见他们的记忆,不感受他们的痛苦好不好。 肥肥会担心宿主搭,还有宿主的伴侣也会担心你搭。 魏无线响起了蓝忘机,露出一个会心的微笑,嗯,我试试,以后尽量不让你们担心好不好。 肥猫,好,肥肥最相信宿主了。 魏无线低下头笑了一声,我没看到究竟是谁杀了他,不过不是不能猜测,他是中毒而死的。 杀他的人,肥猫,宿主,你现在应该说,真相只有一个。 魏无线也懂了肥猫的脑回路,是那位柯南的口头禅。 肥猫点头,对大。 魏无线扑斥一声笑了起来,十分配合,好的,真相只有一个,凶手就是金夫人。 恭喜宿主破案了,洒花获得五十积分。 肥猫开心得不得了,我也有分成了,我可以继续看动画片了。 然后突然想到什么,为什么是金夫人嘞,对了,具体是怎么回事,我都不知道呢。 魏无线也不嫌麻烦,把他看到的都跟肥猫讲了一遍,我能看到的都是小翠真实经历过的。 其实他动了侧隐之心下了给那女子安葬吩咐之后,回去金夫人看他的眼色就不太对。 不过他没有察觉,肥猫,可是金夫人为什么要下毒?还要等一个月。 魏无线,因为小翠是他的心腹之一,他不能因为这一点小事就当众处决了他,会让他其他心腹接受不了,所以他等了一个月。 想必是找好了背锅的人,安排好了小翠的死因,然后又把小翠扔进了乱葬岗。 肥猫看着那个还在被困着的厉鬼,小翠好倒霉啊。 魏无线目光深沉,也说不清,他帮金夫人不知杀了多少无辜女子,落到这样的下场,可能是因果报应吧。 叮咚! 检测到被宿主找寻到真相的被害人,掉落一个净化珠,请宿主送他转世哦。 魏无线的手里突然多了一颗白色的珠子。 魏无线放下肥猫仔细研究珠子,没多久就研究透了这珠子的作用,居然可以送乱葬岗中的厉鬼投胎转世。 他没立刻送厉鬼投胎,反而低下头研究了好久珠子,直到研究透彻,才捏碎珠子。 小翠找回了生前的理智,他在白光中向魏无线行了一礼,化为了光调消逝了。 魏无线嘴角上扬,突然觉得破案也挺有意思的呀。 肥猫? 对呀,破案当然有意思。 嘿嘿,我的宿主就是名侦探魏无线。 魏无线跟着一起笑了起来,好,名侦探魏无线。 魏无线伸了一个懒腰,我研究一下如何改良共情吧,还要看看武器的事。 他翻了翻乾坤带,还有一个充满怨气的破剑,被符纸紧紧包住,这是他在那个大王八壳里拽出来的。 如今的他已经不怕怨气了,胆大包天地直接把所有符纸扯了下来。 冲天的怨气冲得魏无线头有些疼。 肥猫看着那仿佛实体化一样的鬼脸,吓得退到角落里。 魏无线开始做下炼化阴铁剑。 一天后,把阴铁剑上的怨气过滤了一遍,这阴铁剑变得正常了很多。 魏无线笑意盈盈,看来我可以用这把剑炼剑了。 随便是零剑,他现在休息的是怨气,可能再也用不了了。 这把剑不一样啊,正好他用。 就是丑了一点,魏无线也并不嫌弃。 蓝忘机,魏英,今日还好吗? 魏无线随手把阴铁剑扔到一边,魏无线,好着呢,蓝战,我跟你说,我破案了。 蓝忘机疑惑地看着上面的文字,蓝忘机,何意? 魏无线这才反应过来,他还没把这系统的事情告诉蓝战呢,魏无线,就是这系统啊。 是,巴拉巴拉,然后完成任务,破了案子就可以得到积分,我看到还有金丹呢,我就可以重新修炼灵气了,太好了。 蓝忘机猛地看向屏幕蓝忘机,重新修炼,金丹,魏英。 魏无线,一个不小心把秘密说出来了,完蛋了。